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要讲如何将一个动态的数据传递到我们的前台进行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引入一个概念叫模板变量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这个HelloJungle 那么这个Jungle可能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这个动态的东西来自于后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定义为一个模板变量 模板变量的语法是双括号里面写上变量的名字 那么这样就代表是一个模板变量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模板变量定义为Name 好 我们再把这个title定义一个模板变量 名为title的模板变量 好 保存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we use的py文件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t 所以我们通过noader这个对象加载了index.html的模板 那么ccontext那么是一个提供数据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字典的方式来提供我们刚才所需要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title 那么这里的这个title就应该对应于我们刚才这个模板文件里面的这个模板变量title 好 我们的title叫做Jungle 我们的name叫做Tom 好 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我们的页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网页的title变成了Jungle 我们的内容变成了Hello Tom 刚才我们就演示了一个输出一个最基本的数据类型 那么是通过字典的方式进行的输出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输出一个更加复杂的复合型的数据类型呢 那么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定一个user的这个复合数据类型 user它本身是一个字典 包含有name tome age 这是个数字型的 性别 mail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user我们直接在这里 把它给输出到我们的模板页面 保存 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模板页面怎么样接收我们的这个user这个字典型的符合数据类型 好 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模板文件 把这个name改成user 我们先来看一看改成user之后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刷新我们的页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user字典是通过字幅串的方式 直接输出到了我们的页面上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使用的时候只使用到里面的这个值 而不是把整个字幅串输出到页面上 我们继续修改我们的模板文件 user 它是一个字典 那么和fizer里面的使用是一样的 直接.name .name就是它的king 保存 我们再刷新一次页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tom就是我们user的这个字典里面的name这一项的值 好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将user这个字典里面的其他项进行一个输出 user的edge 保存 刷新我们的页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edge和我们的6就也输出到了页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字典的这种数据结构 向我们的页面提供数据 那除了字典这种形式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式呢 好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只限定一个类 person 定义它的构造函数 将我们刚才的name edge 还有6 作为构造成构造函数的变量传入 并且将它初始化 好 这个时候我们定义一个person的对象 换一个名字 意思区别 female 好 这个时候将我们的person 作为我们的模板变量 传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的页面 能不能接收到这个person的 这个对象 OK 成功了 Hello Jackie 那么这些信息 是来源于我 person里面 定义的这个person的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除了能够访问我到我们的这些属性以外 那能不能访问我们的方法呢 好 那我们测试一下 定一个方法 C 直接return 一个 字幅串 my name my name is name 好 这个时候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模板文件 同样 我们调用我们的这个 sade 这个方法 注意 这后面 是没有 括号的 并不是这样的哈 好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好 我们的c方法被调用了 my name is Jackie 这就是 调用我们类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 类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数据类型 可以供我们调用呢 好 我们再 定一下 其他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 book list 好 从这个名字 我们就可以看出哈 我们现在 是在 第一个 数据 那么现在 第一几个 数据里面的元素 好 同样 把我们的这个 book list 输出到我们的 页面上 好 现在打开我们的 模板页面 我们直接将我们的book list 进行一个输出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book list 直接 支付串的方式 进行了一个输出 那么 我们想 输出 我们list里面的 每一项 好 修改一下 我们的 这个 模板页面 点零 book list 点零 就是输出 我们 这个列表里面的 第一项 OK 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我们的 fizer book list 的第一项 就输出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 接着输出 其他几项 其他几项 这个list 就被我们 输出到 我们的页面上去了 好 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刚才的 演示的 那些内容 我们的模板 可以接受到的 数据类型 我们演示了 有四种 第一种是基本的数据变量 第二种 是我们的user 这个字典 第三种 是我们的person 这个对象 第四种 是我们的book list 这个 数据 那么 基本的数据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 复制的方式 传递给我们的模板 字典 我们可以通过 在模板中 使用 它的king 来访问它的值 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 访问对象的属性名称 以及对象的函数 来获取它的值 最后 我们的 数据 可以通过 访问它的 所以 来得到 数据里面的值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一课 所讲的内容 那么 下节课 我们讲解的内容 应该就是 对于 这一块 的优化 那么 并不是 所有的 代码 我们都是 以这种 比较丑陋的方式 来进行书写的 那么 我们会讲解 关于 模板语法的 一些 东西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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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